普普10月21日讯的Asthetic UK知名记者David Dornstein在自己的视频节目中谈到了受伤的范黛克和利物浦目前的中卫情况 David Dornstein提到最初范黛克被普遍认为需要6-9个月恢复时间 但根据最新消息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这并不是官方消息 我的理解是范黛克的右膝伤势可能比最初担心的要严重 而且超出了右膝十字韧带伤势的范畴 康复过程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到下赛地才能看到范黛克 双引号利物浦不准备在1月东窗签下一名新的球员 但红军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在目前情况下 格洛普更倾向于依靠队内的球员 训练哥迈斯和马蒂普达到要求的水平 此外还有纳萨尼尔菲利普斯 赖斯威廉姆斯等球员也可能会获得出场机会 格洛普可能会大胆使用他们 如果需要的话 把比尼奥也会出任中卫位置 双引号 在发布视频结束后 伯恩斯坦随后不久又澄清表示 无论是利物浦还是范黛克本人都没有迹象表明他的伤势比最初预计的要严重 重 谈及他的健康和私人状态是错误的 就像视频中所说的 最重要的是祝愿范黛克在康复过程中一切顺利